大家好 十月二十八六星期四 大家知道今天新闻是什麽 即是 無德行藝行者 但上個星期又跑渣 這些有句話叫什麽 情理之外 意料之中 再看一些歷史更加知道是意料之中 當然是否跟防疫有關呢 當然是無關 立即做了一個圖出來 藝行者是四千六百人 駕駛一萬五人 飲食補充很多東西吃 只有有東西喝 駕駛一萬 這也無關 有飲食會有什麽 就把食物放開 讓人們不會醉 路線是一百公里 分開兩天走後 這四十二公里一口氣走 當然罪人也無法揮 四千多人分開在山上 兩天 有多少人啊 活動時間 防疫要求 又是要打針 我想都沒有想過 又沒有打針又沒有檢測 但是呢 其實大家不打針 不檢測都可以走的 是嗎 應該是 因為他不會說 有條路線 有些人防了 你走進去 那你就走 有些檢查點 你要檢查你 是否要走到 你都無法騙的了 藝人自己 那是純粹香港 因為他不是馬鈴蟲 不是國際性 亦都沒有那麼多義工 可以一百里找到 檢查你 是否參加者 那我沒有走過的 但是 一百里兩天 那麼辛苦 那 我知道很多人走到 整年都不行山 一口氣就走去行 都有 很少行山 或者 在我們養生 自然醫學的角度 其實不贊成這樣做 大家要明白 不是挑戰自己 就對了 大家都知道 跑步是沒有什麼風險的 你看數字 你看這個事實 事實就是 跑馬都沒有死過人 全馬都沒有死過人 那些都是半馬 甚至十里的死人多 因為他忽視自己的體力 跑得全馬的人 通常不會輕視自己 還有最少跑過 或者有相當體能 所以這些人就不容易死 反過來 那麼毅行者就不知道 毅行者沒事的 應該沒有發生什麼意外 但是行山死人 就是最危險的運動 所以 其實行山不是一件 行得辛苦 不是一件 對養生 或者對健康是好的事 這些自然醫學的醫生 在自然醫學的角度 不是很贊成大家 把身體操到 迫到身體去到極限 那麼毅行者 當然你如果行山 就不是去到極限的 不過都是一個很好的活動 很好的挑戰 但是為什麼不讓你搞呢 一看就應該第三年 沒得搞了 去年就說 就說禁了他因為疫情 但是為什麼今年也沒有呢 去年沒有 2019年也沒有 2019年也沒有 2019年就很明顯 因為反佔中 那個氣勢還在那裡 免得那些人在山上起義 就地落草為購 霸了山頭去 整防線 不加慘了 也挺刺激的 很多人會害怕的 你知道他專政的人 很多人會害怕的 為什麼要來罵我呢 你不要這樣 提議這些事情 提議這些事情 有人做才行的 但是我不提議 你也會害怕有人做 等於今次你會害怕什麼 害怕有人在山上 一定有 然後很多人拍 香港人加油 上個星期才這麼多 誰做的 又是三支槍 所以我拿他出來 批鬥的 這些人是拿出來 拿出來指控 是歷史罪人 一定是他們 不用說 一定是他們 妨礙不讓大家 硬硬者 恨他們就對了 有警察朋友的子女 你一看見他們 又不能跑馬拉松 又不能跑馬拉松 又是你們這些警察 什麼事情都不讓人做 是民意 你不相信做民調 你不用想都可以 一定是 生氣就怨就怨 警察 這三支槍 其實很簡單 大家想一想 在他們的角度 他跟你研究這麼多 還在小強 現在在跑馬 小超 聰明的做了特首 不聰明的保住自己的工作 下一任特首繼續 請他們繼續做 所以他們當然是這樣 以安全為計 你說 你明年 疫情一輩子 你是不是一輩子都不讓人搞 馬拉松 馬拉松還可以防止人 有人叫香港加油 香港加油一定可以 沒有法例禁止 周山有人叫 我平常行山 不過不是那麼多 現在 以後行山 多了一件事 叫香港加油 行山 叫加油很正常 不叫香港加油 難道叫香港混蛋嗎 我沒有人拍的 你信不信 你叫香港混蛋 看看有沒有人拍 香港加油 總有人拍 萬山遍野 叫香港加油 今年一定會叫 馬拉松被禁止了 所有行山的人 一叫就有同感 發洩一下 然後心裡 腦裡走出這幾個 這幾個契弟 這幾個黑色契弟 黑警 黑警的代表性人物 整天說人家討厭你 禁 禁人家討厭你 討厭你 討厭你就是討厭你 沒得禁 不過 你現在做了AO 你兩件事 想想怎樣 緩和社會對警察的不滿 你們的責任就是盟觀的 是不是 就算工作很短 你看看外國那些政客 做了Minister 他就是那個位置 那個位置做些什麼 可能很短 你看看日本那些 一年半載又更換了 更換了 那些人的 文責官員是這樣的 你不知道嗎 每個人都想著 行了我討厭 你都習慣少管理 尤其是一生做警察 想來想去 如何護住自己的位置 你明年可能還做 明年就放鬆些 明年看情況 今年一出事 藝行者一出事 影響到我們三個月後 有沒有得 新特首對我的觀感 怎樣 或者我跑不到特首 想這些事情 我是賴他們的 沒得談 大家覺得是不是 可以不同意的 是吧 防疫嘛 我這樣也相信 是不是 那個什麼 民政事務局發言人 有很多什麼 很難有效措施 阻隔公眾參加者 存在極性風險 不支持他們舉辦 那護士會當然是表示遺憾 大家回憶一下 我們很少例 一兩百人 兩百期 兩百期 都未到 死了的人 或者是幾千個 香港 有一個是因為 在公眾的 空曠的地方運動 而染疫 有沒有 甚多芹草全部都在室內 焗溝住那些人 喝飲食食那些 正常 但是你一去空曠的地方 還有是因為打球 更加沒有聽過 小朋友打球 為什麼呢 其實這是常識 因為人們在走 跑步更加 偽行就沒有跑 沒有安全 因為人是熱的 我跑的時候 肯定七四 什麼 平時35度 考驗的時候 起碼都四五十度 長時間 那些病毒 是不容易進入 身體裡面 因為進來 嘩這個人 四十五 為什麼 你不要 不要調轉那些概念 你 就是熱 你快點去看醫生 可能你中了 你中了 病毒 身體會發熱 因為身體的自然反應 是要抗拒這些病毒 所以身體就會發熱 發熱是殺死細菌 殺不殺死一回事 但是殺死細菌 就是正常的生理反應 如果身體有病 所以為什麼看到人 體溫上升 就要快點看醫生 就是這樣 因為他有病 當然是有病 引致體溫上升 但是同樣道理 體溫上升是防病的 肯定的 這件事 想都不用想 大家靜一靜 靜一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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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一靜 這個常識你都明白 所以行山其實是最安全的 又空狂 還比馬蟲更進一步安全 這個是常識 但是這班人 不是沒有常識 他的常識就是最重要 不要搞出事 不要有任何風險 影響到他連任 他就是這樣 這個家超賺人大一點 你是政務司司長更加宏觀 小強就只是看著這個什麼 只是看著這份工 他負責保安 一有保安的問題 一有國安的問題 一有人叫 是他什麼 他覺得這樣就不行了 所以幾大都不贊成 但是家超 你應該力排重二支持這些 這些 顯示你的信心 你又立刻做特首 不然你都來亂殺 是不是 最近最近有人 好像貼他說 他講英文 嚇到那些人傻了 你不傻了 中學生 我不是歧視你中學生 是嗎 有馬阿卓安做過的 我絕對沒有 因為你的學歷而歧視 我做辦公室的時候 我做官員都是中學生 中學生之下做了官的 我都是 所以沒有任何問題 中學生 沒有任何問題 叫你光顧我 叫兩者光顧我補習 政治的事情 聽師傅說 聽老師說話 不要以為警察很厲害 什麼人都不懂 好 罵完 不是 還要講講 樂師會說 會另一個模式呈現 11月22日到12月12日 三個禮拜 三個禮拜 三個禮拜裡面 另一個形式在馬里面見 我不知道什麼形式 其實都是鼓勵一些人 在那段時間 一旦行山 可能做些電子東西在那裡 你拍卡 走夠 可能可以的 不可以的 不過樂師會有沒有開發到這個軟件 應該不太難 找人寫這個軟件 諸如此類 如果是的話 大家 失望要無奈 樂師會好像弄了六億 那個 籌錢 很可憐 大家喜歡捐給樂師會 就在其他地方捐多些 樂師會就沒辦法了 不會兇的 但是就想著 在其他形式 如果大家 其實就包括陪他行山 大家就 行山的時候 叫香港人加油 有啦 犯法的 有沒有人出來說 小強小超 煽動人 煽動人 什麼國安 混蛋 說法律的 我還沒怕過 這些事情 說法律 你有沒有法律學位 一個都沒有 我三個法律學位 經常講你聽 我講一句話 是有根有據 不是其他那些 無無無無 就是看勾勾的 有白給人 亂勾的被你拉的 你拉吞我 我屌你老母 我上庭的時候 我屌咕到你反肚 你以為官驚過我才算 講法律的 我們 好 大家支持 到時樂師會 另一個模式 我可能也組織一下 朋友去行山 跟著叫一下 加油 看看是否附近有警察 是否有警察 是否有警察 衝衝衝衝上去 七十歲的阿伯 你走不贏你 好死 回去炒了 好 這樣 挺好的 在山上 很多阿伯 走得很快 所以顯示你未老 尤其是警察說 不行啊 在下面叫 跟我上山 跟不到 好 另外 布林肯 應該有很多新聞 他有很多技巧 其實應該集起來看 支持台灣參與聯合國的表態 北京馬上瘋了 鬧了 轉權國家 不只是參加 他就說他參加活動 其實他是說聯合國的事務 但是很明顯 現在講的是台灣重返聯合國 這個我應該介紹過 有些基本事大家要掌握 台灣沒有離開過聯合國 不是 中華民國沒有離開過聯合國 大家不相信 大家不相信 上網就可以打了 聯合國憲章 有簡體字的 official 開始那裡 憲章上那裡說 五常是中華民國創會會員 還是會員 加上法蘭西 跟著俄羅斯 還是蘇聯 只是說 代表權被老共立了 當日自己退出 看策不信 蔣介石自己退出 現在還是中華民國創會會員 會員之間沒有被取消過 沒有被 所以他不用中華民國去重返 曾經在五五五四幾年 一直到七二年 還是他在代表中 十億中國人 其他的代表權 應該是 是中共加入聯合國 你可以加多個會籍給他 但是他不肯 幾大都不肯 這個說個笑話 你聽聽 毛澤東那麼厲害 其實當時他打敗共產 打敗國民黨 他就說 我就是中國 中華民國就是我 這樣就對 不過是屁股行 不行 我們那麼厲害 我們要過一支旗 第一 過一支旗 那支旗都漂亮 其實不是要整支星旗 跟著呢 中華人民共和國 以示我們新的國家 新中國 好 那結果就麻煩了 結果就麻煩了 否則 49年你已經入了聯合國 那個 我們中華民國那個 蔣介石政權已經 涉底消失了 你又說繼承孫中山 那就是孫中山 五權聯法多好呢 中華民國 自己就是中華民國 那就是正式 放下放下回去聯合國 就是入聯合國 那個代表 人家沒得不承認 你整個中國都霸了 台灣一塊仔 六十倍的土地 大於台灣 好壞不壞 毛澤東就說 我們不是 我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是新中國 那就是新人 新會員 那你等下 什麼時候入會 看看研究 當然要趕台灣 就是趕中華民國走 人家不走 那個政治問題複雜很多 如果你就這樣說 我們代表就可以了 所以大家 打人上去 Captainto 是中華民國才是 現在的代表權 被人搶了 被中共搶了 現在竟然說 當然官方說不是 但是你看這些 民憲 現在 邏輯是這樣 所以現在陳水扁都是推動 重返聯合國 要求重返聯合國提案 當然不行 這個政治就不行 但是現在行不行 整個形勢 整個趨勢 你就知道幾麻煩 我看這些就會看整個局 大家看那個局 不要只是覺得 能不能回到聯合國 可能一段時間都不能回到 一定不讓你回到 他還是人多 但是美國會不停搞這些 不停搞這些 去到一個時刻 可能再推一推 以他的影響力 因為你是中間落幕 那就是中一台 兩個都 中華民國家 中華人民共同國 中國人有兩個席位 一個是安理會 一個不是安理會 都幾好 當然殺你 老公 幾大都不用了 講講也有罪 講講也沒有罪 希望 這樣 提高你們的理論水平 小超那些 小強那些 認識一下這些事情 好心你們 我知道你們有看我的視頻 所以我不可以 幫你補一下免費 你不要搞我 這樣 好姿態 蔡英文說 承認美軍在台灣 一向都在 你記得是什麼事 早兩個星期 不知道報紙 不是報紙 就是彭博 或者什麼 說 金融時報 不不不 好像南華早報 不記得哪個 就說有幾十個美軍 這樣 沒有否認 通常你要否認 兩個國防部都沒有否認 美國國防部和台灣國防部都沒有否認 默認 接著石俊出來 兩百幾個 二十幾個這麼少 弄到幾百個 讓我們打他 我們消滅他 你可不可以遲些 所以問說 都有幾百人 這樣你可不可以消滅人 因為他訓練台軍 台灣的軍隊不夠專業 美國是厲害的 從來沒有不夠打 你可不可以打 或者不 你可不可以打 你記住 有戰爭 你經常說 長津湖 他都是四五分之一 跟你公開的死人紀錄 都是他是你的四五分之一 所以你可不可以打 你不能說他不能打 他的訓練 他的裝備 只要他在 就是 台灣當然定很多 當然 但是這些是不能說的 現在蔡英文正式說 這兩天說 承認美軍是台灣 還說對協防是有信心 上次都說 最支持我們不冒盡 對壓力我們不屈服 他說得很技巧 看見 為什麼這樣 現在又走出來說 拜登這兩個禮拜說了 我們假裝說錯話 我們有承認 我們一定保護台灣 現在蔡英文出來呼應 協防有信心 老實說 老共只是抗議不春 要不認了他 要不打 要不就開始準備打 那我想 真的不要看輕這件事 可能性 我不能說他會 我並不高明 我認為你要打 你跟美軍打 不要說跟美軍打 你台灣加日本 你打不贏 就是客觀的 軍事的東西 大家看他的實力 看他的訓練等等 你沒有打過現代戰爭 他們都沒有 不過他們有美國 在後面培訓 差很遠 這些軟實力的東西 你都不用當人廢 還有那些情報 就是 監察 那些高科技的東西 全部都是美國優異很多 那真是打起來 習近平是揹不起 但是那些死口 就喊了那麼久 現在就是喊了 喊了 喊到 他以為美國怕你打仗 他都是修飾底德主義 通曉的人 大國掘你必有錢 遲早要跟你打仗 就趁你那些高超音速武器 未成形的時候 打了先同學 所以 早一個禮拜 說 放個高超音速上去 顯示我已經成功了 有這個科技 那你就找市 那你以為 美國人馬上怕了你 現在不是 加速了一切 推動 逃離一戰 而他推動 竟然還是 美國 不 台灣 日本 我先打 跟著我 包美 這樣的格局 是擺明 漏你打 你不打呢 炸炸帝帝呢 逼一下逼一下 逼到你 起碼逼到習近平 不要連任 如果中國要避免一戰 首先還是不要給習近平 還有炒了那些戰狼 當然要炒香港那些 李家超那些 那些小角色都要炒夠了 不是 遲早 在這些小角色 會搞個局 你看他整天都想搞個局 很奸的 這是高級黑 好 這樣 都夠了 這個是重要的 雖然我 不是我主菜講台灣 但是整個國際大勢 影響了香港 影響了香港 誰是連任的 影響了那幾支槍 還有陣子 玩一下 因為 亂 國家有亂 當然要以槍竿子去維穩 所以幾個人 就 怕死你不亂 怕死不亂 所以就 天天在玩東西 搞咬你的藝人者 搞咬你的雙手國興 小強 最好你出事 扔一下東西 好啊 所以我 我和大家分析的結果 我不是鼓勵大家去釘 有事 又起了 先看定 大家很多人還有很有豪情 很有勇敢的精神 先看定 行不行 不要浪費 不要拼拼旺廢 好 再說一件事 去街印 這個 存了幾天 是吧 私產歸功 大家都知道 是發生什麼事 因為彭博報道 又沒有人否認 我猜都是真的 這些 我想裏面是傳得很行的 香港那些有什麼啟示呢 我不是前個星期 我現在做了一條片的 普天之下 就是莫非王才 其實 習近平的思想 他當自己是皇帝 不是他當自己是皇帝 他還是承傳了帝王思想 有事 私有產權 不會重視 也不會覺得 私有產權 在西方 上個禮拜介過 自由主義 例如Johnson Mill 盧梭 他們很重視私有產權 當然私有產權 一代 給了第二代 第三代 有錢家族 當然有錢家族 都要看著它 不可以賣國 這樣就可以了 但是它容許你的財 藏富於民 但是中國人的觀念 成全了 仍然搞了市場經濟 也好 准利有私產 意識上都是覺得 是國家的 一有事 給我 說還好 現在去街印 私產歸公 我們就不會說它公道不公道 因為它一定是很多事情 裏面的制度不完善 這些有錢人 沒有過不奸 當然把錢撥在私人戶口 就不是私有產權 它那些真的不是私有產權 有公有私 甚至和兆 西方都不容許 就是你要做公職 但是你說很盡力去開一間公司 如果失敗了 那間公司要什麼 那你就要查回公司的過程裡面 一樣有 香港有這些法律 所以大家不要奇怪 就是會追究股東 董事 在整個公司的過程裡面 有沒有疏忽 有沒有不盡責 有沒有知道有問題 歸了自己 雖然很多人都知道 很多玩財技的 都有做這些壞事 但是不要管這些不要管 法例是不給的 香港都有這些法例 就是說 你是要絕對忠誠的 但是國內的人是絕對不忠誠的 搞這些大企業這些有錢人 國內的有錢人是比我們誠哥差很多 誠哥是跟了西方那一套的 他要掠你 要壟斷 他都是公開做的 總之法例裡面還是禁不住 他就做了 他不會說兩手的 又控制著傳媒 又利用黨對你的支持 國內還有一樣不同 跟我們的意識不同 所有成功的人 他們都覺得是黨給他的 這個真的 這個也是真的 這個利益集團 有事的時候 你是不是要給出來 對的 對的 那不關我們事 怎麼關人家的事 你有幫過我 你有幫過我 我有少少度以上的理由 我國家有賴 我都給你一些 你什麼賊都沒有幫過我 香港人不用管 這些關我這麼搞事 香港這麼成功 國家支持 當然不肯是 英國人做得好 英國人 什麼 九七錢 香港就已經是世界級城市 是大多會 賺很多錢的地方 之後只是承繼著這些錢 其實香港是明白的 所謂的三安國 但問題是香港有批人 所以說有批人 其實是靠共產黨上位 那批人 共產黨將來就 沒有錢給我 所以 許家印事件 私產充公被供的事件 有一批人是特別害怕的 就是我們香港的忠誠廢物 包括什麼美婚 那些 什麼君堯那些 那些不是共產黨 可能是 就說不是 共產黨的感覺就是 我幫你上位 你經常走來批人 那些朋友覺得是 一組 那些好奸 那些好奸 那些中方的關係 然後不停批人 批人 拿了關係 然後你才賺到多少 是不是 好像特地 賣了樓 將來 現在不准查查 一般人查不到這幫混蛋 就說保護他們 當然不是 共產黨知道 你這幫人不准賣樓 你看看著 因為你會推倒樓市 你率先推倒樓市 即是大家想移民那些賣樓 他不管你也管不了 因為你自由經濟 但是共產黨拿了 共產樓水那些 那些財產 共產黨是會看著 是不是 我查不到賊 共產黨不用查賊 整個洗手 是不是 你這幫忠誠廢物 有多少錢 你就不要想著 將來沒得了 立法會沒有了 我變了家當 移民了 兒子 我過來陪你了 不好意思 你未必可以賣樓 這樣 可能這陣子還可以 是不是 又醒你 我多好啊 你們這幫藍絲 我對你們真是 無情無義 但是我講話公道 我這麼受歡迎 因為我講話公道 好 明天再說